有的真的朋友嗎 沒有 我這靠我來的時候 我覺得 有他 放就有他 有他 放就有他 想到後面會感覺他們刺激狀 可是要怪自己 回想吸毒被抓經過 語氣中充滿懊悔 受刑人圍成一圈 彼此分享用藥原因 導師從中和受刑人建立關係 進一步幫助他們遠離毒品 因為吸毒被逮 就連博士般的高材生 也難敵毒品誘惑 醃毒販人數逐年攀升 更成了監索管理的一大問題 13坪大小的設房 卻要擠近26人 每人只能分到0.5坪的空間 相當於一個榻榻米 躺下後連翻身都有困難 全台監獄人滿為患 營收人數只有5萬多人 但實際收容卻高達6萬多 超收比例14.08% 其中醃毒販佔了大多數 從100年的25000多人 吸毒入監人數逐年攀升 到今年9月底 來到26998人 佔總收容人數的35.4% 毒品誘 佔了我們全部收容人的比例甚高 為了解決超收 把毒品誘全部都放掉 但是要放到哪裡去 社會上普遍沒辦法接受 大教室裡頭 每個人並肩而坐 大班授課 一名老師得面對 六七十名受刑人 人力明顯不足 雖然戒指期間 只有六個月到一年 但離開 重回社會後 不少人又走上回頭路 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跟新毒品 的人在一起去 如果說他離開我們這裡之後 他繼續跟那些 毒品們在一起 尤其是販賣毒品 這些人在一起的話 很快又輪陷下去了 其實吸毒後 痛苦的階段症狀 只會維持兩到三天 最難過的坎 是心理上對毒品的依賴 有些菸毒犯 就算戒指結束 卻無法得到家人諒解 但家庭的支持 是在整個戒指過程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說毒品犯 他是真正的被害人 除了他自己以外 就是他家人 尤其父母 子女 配偶 這是最大的被害人 菸毒犯大多是短期服刑 法定上稱為病犯 在獄中接受強制治療 但人數眾多 證據大量防射 如何降低菸毒犯再犯率 以及紓解監獄超收的狀況 成了矯正機關的一大課題 記者劉志展 溫思涵 台北報導